美国研制反舰弹道导弹 胡塞也用反舰弹道导弹 研究门槛就这么低了吗 关于反舰弹道导弹呢 前一段时间有两个新闻 一个是胡塞武装用反舰弹道导弹 击中了一艘商船 成为了全球第一个 以这种武器打入海上目标的力量 另一个消息是呢 美国也在搞反舰弹道导弹 其实呢就是给美国陆军的精确打击导弹 就是那个PRSM 配备新导弹头 让本来只能通过GPS制造的PRSM 增加了新能力 能够搜索跟攻击海上移动目标 PRSM呢 是通过M270火箭炮 或者是海马斯发射的 这样就等于让海马斯这些东西啊 变成了反舰导弹的发射车 预计射程呢 会以500公里为七点 逐步改进增加到650公里 1000公里 而大家都很熟悉 中国也用弹道导弹 发回海上拒止作用 那么如果把美国的 伊朗系的反舰弹道导弹 跟中国的进行对比 我们能看出什么差异呢 其实这种对比 上个月美国人就做过 就是在美国驱逐舰 拦截了部分 胡塞武装发射的反舰弹道导弹之后 也曾经明确的说过 美国方面表示 说胡塞的导弹 虽然也号称是反舰弹道导弹 但是这个东西相对好拦截 跟中国的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 千万别不把中国的放在眼里 那么胡塞武装的反舰弹道导弹 它的设计思路源自伊朗 是拿一些其他战术导弹改的 比如伊朗就用防空导弹 改造过一些个对地的攻击型 跟中国的很类似 中国的那个防空导弹 红旗二改装之后 就是著名的B610 而伊朗呢 就在这一类 由这个地对空导弹 改装的地对地导弹上面 再进行改装 加装了对付舰艇的主动雷达导弹头 而且呢 让导弹走这个高抛弹道 争取最大射程 就是用同样的思路 胡塞武装也是搞出了 征服者313的改进型 等大大小小的 六种反舰弹道导弹 小的呢 射程一百多公里 大的射程500公里 其实呢 相比之下 胡塞手里的反舰巡航导弹 射程大的很多 最远能有800多公里 胡塞使用这些反舰弹道导弹呢 主要是因为 它比巡航导弹的速度高 但是跟别的弹道导弹相比啊 还是射程近速度低 对美国来说 拦截不算太难 再看美国的P2SM 本质上跟伊朗胡塞武装一样 都是需要一种战术武器 成本不能太高 射程呢 不追求太远 可以部署在台湾海峡周边 对解放军的登陆作战部队呢 以量取胜 区别在于啊 就是美国的导引头会先进的多 根据美方报道 反舰型的P2SM 飞行第一阶段 先用GPS导航 飞到目标区 然后呢 打开导引头 监听目标舰艇的各种雷达 等等电子信号 紧跟着呢 就以被动制导方式 靠近目标 最后阶段 改用热成像制导 用多模制导方式 提高抗干扰能力 跟打击精度 P2SM的飞行速度 大约是5马赫左右嘛 那么这个速度下 还是能够对导弹的导引头 一种流照 进行冷却的 所以一般来说 不会对制导 有特别严重的干扰 要对它进行软杀伤呢 就需要很好的电子对靠能力 比如降低舰艇的 特征信号强度 对电子信号 进行准确管控等等 威胁还是蛮大 不过好在啊 这个速度 对解放军的舰队空导弹来说呢 也是能拦截的 比如说红旗9 它的出口广告里边说的很清楚 对付六马赫目标 拦截率50% 那么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 跟它们是不同的 我们需要的是远程拒止能力 当年海军指挥学院还提出过 要有一千海里的安全纵身 不能让美军编队轻易的 进入这个一千海里范围 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 就不是个简单的战术武器了 而是要有战役甚至是战略威慑目的 所以我们的反舰弹道导弹 东风21D这样的 都是远程的大家伙 射程速度都不是美国那些小导弹能比的 毕竟我们要对付的目标也不小 这就意味着这么高的飞行速度 那是远远高于美国的 美国要拦截 就是绝对就没有那么轻松 不过高速带的代价 就是有些制导体制会不好用 那么对方用各种电子干扰软杀伤 就会成为一个严重挑战了 比如雷达制导的反舰导弹 包括我们的大纳导弹 遇到对方的综合电子对抗手段 命中率都有可能严重下降 那么如果我们要减速 来适应复合制导 那么对方拦截的机会就会很多 要有所得就必然所失 好在技术越发展 我们越有能力解决速度 跟制导之间的平衡 伊朗 美国 还有中国 各自的反舰弹道导弹设计思路 都是根据自己的作战需求 作战环境 跟技术条件搞出来的 所以差异当然很大 要比技术含量 肯定是中国的反舰弹道导弹 技术含量更高 成本当然也更高 只不过呢 这次是让胡赛武装的最简单版本 在商船身上抢了一个头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